在第一代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专业的20名中国学生中, 林徽因是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一名完成学业但并未备授予建筑学学位的学生。 2024年是林徽因诞辰120周年,也是她入学宾大的100周年。 校方主动提出,将在2024年5月18号的毕业典礼上追授林徽因的建筑学学士学位。 林徽因的曾孙女梁周扬近日在接受中心社专访时表示, 得知这个消息时感到非常欢欣鼓舞。 计划今年清明节时,在目前告诉她这个消息。 我们家人可能会在今年的4月1号去宣布这个消息。 我的姑奶奶梁再斌,她去年也出版了一本书, 回想到当年她妈妈林徽因讲到了 她对当时在宾大的这段经历,虽然是很愉快的, 她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拿到建筑学学位, 肯定是有一定的遗憾。 现在宾大补给她这个学位的话, 她在天之灵也会很安心地, 就是说大家还是非常认可她在学术上, 尤其是在建筑学上她的一些成就。 2022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展出了 中国建造现代建筑百年对话展览, 也是在这次展览上, 宾大伟茨万设计学院院长兼佩利讲习教授弗里茨斯斯坦纳 她注意到了林徽因没有取得建筑学学位这个信息, 并着手推进了这次学位追寻事宜。 她当时在看宾大办的一个中国建筑师的展, 当时她发现在23个中国学生里面, 只有林徽因一位是女士, 所以当时她也是在了解这个林徽因的背景之后, 发现她已经修过了所有的建筑系的课程了, 而且当时也是看了她的成绩, 跟其他的建筑学的学生做了对比, 那么当时也是认为她的学术成就是非常优秀的, 而且甚至比当时的一些其他的建筑系的学生都要好。 上世纪30年代中期, 宾大建筑系专业才开始向女性开访, 林徽因于1924年入学, 由于历史原因, 尽管已经修了建筑系的大部分课程, 林徽因毕业时仅被授予美术学士学位。 在她入学的时候, 1924年, 女生进入到建筑学, 她是有些困难的, 一是就是说她当时是不能选修绘画课, 因为绘画课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男模这样的, 当时宾大对建筑系的其中一个要求, 就是说所有的学生需要去到一个工地上, 然后参与一些比如说建筑的地基, 规划这个当时对女性她们认为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或者说这个局限性, 所以呢就是她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部分的这个课程。 梁周阳说, 虽然林徽因在当时没能取得建筑学学士学位, 但她在中国现代建筑学领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她也希望能够通过此次学位追寻, 让国际看到中国建筑师的风采。 林徽因她其实是在中国的建筑史上获得了很大的这个成就, 可是在国际的建筑史上呢, 我觉得她还是没有得到她所应得的名誉, 或者说对她的这个学术的认可, 因为本身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建筑史这个领域, 其实是更偏向于西方的这种建筑史的这个体系, 所以我也是希望呢, 通过这次林婚姻呢, 得到这个建筑学的学位的话呢, 做一些更多的这个国具的宣传, 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建筑的重要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